舞陽金通車 省時30分 不接地方道路 短程車務行 2 1 請劫載 舞陽通車 南北超級通車順利 舞陽高駕今天凌晨6點全線通車 結封時段 台北到機場 可省10分鐘 五湖到陽梅 可省25到30分鐘 預估今天將有大批體驗車潮 舞陽高駕全面進行大貨車 只能接平面國道和國二往桃園機場 全程未接地方道路 短程車輛不要走舞陽 而且舞陽高駕段只有ETC感應門價 南下泰山收費站前 有高駕和平面繳費車輛 及ETC和非ETC車流搶到 形成三大危險交叉點 駕駛要注意利用2公里的距離 提早切換車道 不過宣導期兩個月內 包括誤闖ETC 違規行駛高乘載專用道 或是違規跨越雙白線都免發 宣導期間是民眾使用情況拉長 而林口道中立揚梅共約10公里路段 亦有濃霧 能見度長不到3公尺 霧燈偵測器和霧燈卻要到下個月中旬 才能全面安裝完成 駕駛也要特別小心 總統馬英九昨天在舞陽通車典禮上 還指示交通部 加強東部交通建設 三年七個月這條路完成了 節省了差不多將近三分之一的經費 節省了超過四分之一的工期 我覺得這是一項成就 每一年節省五億左右的 我說進入是有錢 每一間可以減少台碳100公噸 已經有新竹縣市希望把這條路延伸過去了 我要提醒交通部 我們花東鐵路電系化跟瓶頸段雙軌化的建設 今年年底一定要完整 才可以使得台東真正加入我們的生活圈 但是昨天一輛貨車 在已通車的中立到陽明間火燒車 桃園縣消防車一度找不到路上舞陽高架 也凸顯了連酒難單位都不熟路況的現象 動物新聞台北報導